日式冷面的做法 进入黄梅天气 热和潮湿也就算料 最不能忍受闷 毫无食欲 只想钻进空调房和冷饮的房间里不出来 不过就算再闷热还是有办法应付的 比如一盘冰凉清爽的日式冷面 夏至吃日式冷面也是不错的选择啊 那么一起来学习超快手的日式冷面的做法吧 日式冷面包括冷桥迈面 乌冬面 素面和粘面 不过今天叫大家做的这道家常日式凉面盐其料 日本饮食的原汁原味的风韵 冷面和冷面汁分开 配上蛋丝黄瓜丝火腿丝和西红柿 清爽不油腻 也有一番风味 煮两分钟后一定要过一遍冰水 防止粘粘也保证面韧性的口感 冷面汁用昆布水 又一鲜鲜味酱油糖麻油 米醋 姜米调配口感酸甜清爽 配合冷面一起食用 充分凸显出面天然芬芳的麦香和朴素的甘甜 双饮号 拉面面条一人份 鸡蛋两个 西红柿半个 火腿片三片 黄瓜半个 昆布汁100毫升 姜汁适量 米醋适量 麻油适量 糖适量 又一鲜鲜味酱油适量 一准备食材 二将昆布水 酱油 米醋 糖 姜汁 麻油脚 拌均匀 三打鸡蛋加入少量糖打散 四倒入平底锅煎盛成蛋皮 五火腿切丝 六黄瓜切丝 七番茄切块 八鸡蛋皮切丝 九水沸后 放入面条煮两分钟左右 十捞出过冰水 并捞出粒干 十一装盘淋上酱汁 十二开吃啦